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男孩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个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呢 现在在巴西访问 然后呢被这个巴西等国呢 怼的是啊 没有话说了啊 词穷了 那么现在呢又有这个前段时间证实啊 尤其是塞尔维亚啊 发出来这个帖子证实 说贝尔伯克实际上 以前在德国从事有偿性服务的这个工作 那么有的人说这不是氏族妇女吗 这不是氏族啊 在德国这是合法工作啊 他以前呢 贝尔伯克以前是蹦床运动员啊 蹦床运动员 就是在欧洲啊 由于这些运动啊 尤其是非主流的运动 他根本就不是 举国体制下能够去维持的 基本上很多是运动员自费的 或者说是有一些小小的赞助商赞助一下 所以呢 非主流体育项目 或者说小众类体育项目 很多运动员呢 实际上是没什么钱的 即使是拿到奥运会金牌 他也是过得比较清贫的那种日子 不像在中国你要是拿到奥运会金牌的话 那是家里面 那等于说是 对吧 光松耀祖 以后呢 如果说不特别乱来的话 基本上顶着这个奥运光环 就是过过这个日子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欧洲呢 你很多 包括我们之前也都知道 罗马尼亚有一个女的体操运动员 然后那个女的 他后来也在网山上面啊 开这个啊 在这个在卖肉啊 贝尔伯克呢 他之前也是干这个的 所以说呢 你就搞不好 包括还有那个德国 那个费兰那个总理马林啊 就是在那个总理府啊 脱光衣服在那里跳舞的啊 他说我也是能啊 我也要娱乐 我也要自由啊 啊 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呢 你在总理府做的是不合适的啊 包括人家德国这个贝尔伯克 你说你你干了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他就这个水平非常臭 啊 只知道跟中国啊 说硬话啊 连地图也论不全啊 也不知道他怎么当上这个外交部 外交部长的 这真的是德国人的悲哀啊 啊 呃 当地时间六日 德国外长安娜来 来那贝尔伯克 出席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的民主与数字化 数字时代的挑战活动时 表示在试图帮乌克兰拉拢国际志愿时 在多国遭到质问 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在哪里 乃至于有人还问乌克兰在哪里 贝尔伯克称 自己完全理解拉美国家与欧洲国家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不一样 而这不一样的态度不仅限于拉美 他称 自己在世界多国遭到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 没见你们这么积极的质问 乃至于乌克兰在哪里 的提问 表示这些都凸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 大米和大豆的价格比1.1万公里外的冲突更重要 不过 他宣称自己此行就是来解释 这俄乌冲突才是导致粮价上涨的原因 因此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必须关注俄乌冲突 目前 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受西方制裁 对设备进口的影响 而乌克兰陆上 粮食出口 因欧盟多国担忧其 对本地农业影响而受限 保障海上运粮的黑海粮食协议 也屡次遭到了挑战 贝尔伯格还叫嚣称 如果各国忽略俄罗斯侵略 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不复存在 这个贸易也因此会消失 他呼吁巴西帮助推动 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 此时巴西总统正在努力组建 促进俄乌达成和平的和平进入部 批评西方不断输送武器的拱火做法 但是乌克兰拒绝多国提出的和平方针 近日还称印尼的和平方案等于偷降 6日发言中 贝尔伯格提到了1月8日 在巴西出现的冲击国会事件 承认其背后的社会失联状况 德国和欧洲都有 那位民粹方案和假新闻 是糟糕的经济形势带来的社会压力 此外 他还欢迎巴西重新加入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议程 希望就此拓展合作 他此前是德国绿党领袖 不过认知德国外长以来 对气候变化议题讨论的篇幅明显减少 4月27日 德国著名作家 哲学家和主持人理查德大卫 普雷希特在大案节目中指出 贝尔伯格所秉持的价值观 主导的外交政策 实际上就是对抗性质的外交政策 吐槽他能成为外长 简直是个意外事故 对吧 所以说这些话里都是有话的 什么叫做他能成为外长 是个意外事故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德国绿党现在被曝光出来 背后就是索罗斯 是他们的大boss 那么索罗斯是可萨人 可萨人呢 最喜欢用拿和战术 就是城中的妓女 你看到没有 他就选一个妓女当德国外长 那这个德国的一些学家就说 他能成为德国外长 那简直是一个灾难 没错 确实是一个灾难 确实是一个灾难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扯淡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觉得他跑过去 你去找巴西这些国家谈 那巴西也好 印尼也好 对这个乌克兰提出的和平协议 乌克兰是不接受的 因为乌克兰要听美国 美国叫他打他 他就打 美国叫他干嘛 他就干嘛 对吧 甚至可以把 辛卡或福卡水电站给他炸掉 把这个 在乌东的居民 一烟的 马上就要发生洪涝了 对吧 我看我那集下面 有很多145年 很多台把子在下面留言 在那里骂 说我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这不就是正宗他们下怀了吗 他们不是一天晚上说要把山下大坝给炸了吗 那简直是他妈吃人说梦 当然他们认同乌克兰这种做法 但是他一定要睁着眼睛说一句瞎话 说这是俄罗斯干的 你台湾把自己的水电站炸了 去淹自己的城市 你他妈比脑子有问题吧 所以今天他们这些人可以颠倒黑白到这种程度 确实令人挺佩服的 所以说呢 这个贝尔伯克到南美洲去 也就是去干嘛 去叫这些国家 谴责俄罗斯 什么基于贵德的国际秩序 被破坏的话 就没有国际贸易了 他妈那个比基于贵德的国际秩序 被破坏了 怎么就没有国际贸易了 那人家巴西阿根廷跟中国用人民币结算 不是贸易做得好好的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那边又是在那边胡说八道 瞎搞八搞 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就非常扯嘛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贝尔伯克 人的这个职业 对吧 他曾经做的那个职业 包括他露那个两个大灯的那种照片 在网上出现 给我感觉就是 今天这些西方真的是牛逼 什么样的人都能选出来当 这种领导人之一 或者这种掌握重要政策的 那所以说话 你跑到南美洲去 跑到这跑到那 你不就是在去兜售美国的价值观吗 然后呢 给别人造成一种假象 好像不是美国来说的 是什么德国来说的 这代表了欧洲的价值观 所以说 他们这种做法呢 我觉得就令人挺不齿的 挺不齿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几个事 一个呢 是这个英国 英国说 这个中国关闭了在英国的 所谓的海外警务站 那么他们说 这些证据的已经被销毁了 没有了 那么 中国已关闭在英国的警务站 我说过这种警务站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什么叫什么叫警务站 对 也许别人是国内 向委托当地的一些 华林也好 或者一些当地一些老外也好 私家侦探也好 找一找这些罪犯 因为他们犯了罪 犯了罪 却没有引渡条约 对吧 犯了罪没有引渡条约 而这些人他们跑哪去了 对吧 这些人 都跑到美国英国 他们成为了中国罪犯 最大的庇护所 那你说具体 有没有一个办公室 有没有什么警务站 这个是虚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非要说 有什么警务站 还说你已经关闭了 对吧 他关闭了这种话的 讲法是什么意思呢 不就是说 我们英国在这里调查 中国害怕了 被我们给震慑到了 我们挺有能力的 他们怕我们 所以呢就吓得把这些 庇护所都给他关掉 什么警务站 乱七八糟的 所以可见这些人 多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所以在英国他做这种事情 给我感觉 这就是西方的下三浪 可以去炸水 这个水电站 可以通过几个 谷歌上的几个 立三滴地图 去分析说 新疆在搞集中营 你他妈不是 这里眼睛说瞎话吗 包括还有这个 加拿大说什么 中国干涉 加拿大的这个 选举 干政 恐吓 都是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所以你说他们 人家说老外都很诚实 诚实个屁 最爱撒谎就他们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你就说英国对你中国的 这种公开的这种敌意 体现在哪里 中国F1赛车手 周冠宇遭解说称 China man 英国英媒道歉 将谨慎措施 在周日进行的F1赛车 西班牙大奖赛中 英国天空新闻 F1赛车知名解说 马丁在一次过关解说时说 对中国F1车手 周冠宇使用了 歧视性词 China man China man啥意思 就是中国老 引发内地民众的谴责批评 马丁在解说时 对来自各个国家的赛车手的描述是 都是这个比较正常的 但是China man 这个词语 在西方文化中是 明显带有贬低及歧视色彩的词枣 是对华人的不尊重 针对此事 内面环球时报 向Sky Sports 致信询问 Sky Sports在回信时表示 马丁已经被提醒 需要在直播期间谨慎措辞 称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 并对造成的任何冒犯 表示道歉 据悉 中国F1厕手周冠宇 在周日进行的西班大亚赛场 获得第九 收获第二个积分 也是他本赛季第二次 几十前十 虽然天空体育 已对此事道歉 但内地策民 则要求马丁本能道歉 也有海外观众 在社交媒体上声讨 称 只要了解历史就能明白 为什么这个歧视性词少 认为马丁应该学习历史 并且道歉 所以说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西方的主流 对中国的看法 你们就是一帮中国佬 你们就是China man 中国佬 所以说呢 今天 在节目当中 这样公然的赤裸裸的 对一个国家的公民 用这种词汇 就说明他们这种人的这种素质 差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 天天们说自己英国人是绅士了 怎么怎么样了 干出来的事情 就让人觉得很瞧不起 好像给我感觉呢 弄不掉你中国 也灭不掉你中国 搞不死你 然后呢 就在那个地方 讲这种 恶心的这种话 所以今天 像这种 西方 像这种英国 他们这些白皮猪 他们 干我们不爽 但灭不掉我们这种样子 这种着急跳脚这种样子 我是觉得挺爽的 对吧 就要戳在你眼皮底下 让你不爽 就让你不爽 对吧 所谓白种人 优越论 高人一等 这种想法 万万全全是扯淡的 在古老马时代 他们就是边缘人物 蛮族 蛮夷 怎么 在世界上面 好像牛逼了几年 不 牛逼了几百年 怎么 就牛逼了 就你一直都是赢家 那中国还一直都牛逼了 对吧 直到乾隆朝 以前 中国一直是世界 头号超级大国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这种做法 让人就是觉得 挺恶心的 所以 他们对我们这种敌意 歧视 种如歧视 这种宗教歧视 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他们 要把我们给弄掉 想办法打压我们 遏制我们的 一个根源性的东西 沙特 驻 伊朗驻沙特阿拉伯 大使馆重开 中国等多国 驻沙特使馆 应邀出席仪式 伊朗驻沙特大使馆 6月6日举行 重新开馆仪式 从伊朗和沙特方的代表外 包括中国战地的 多国驻沙特使馆 代表也应邀出席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 包括伊朗副外长 比格德利 和沙特副外交大臣 优索福 在内两国官员 出席伊朗驻沙特大使馆 重新开馆仪式 根据新华社 比格德利在副馆仪式上说 我们认为 今天是伊朗和沙特关系中 一个重要日子 两国合作 进入了新时期 报道指 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之前 因两国断交 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进行以重新拯救一心 沙特与伊朗16年断交 在中国断旋下 沙特和伊朗两国代表团 3月6日致师 在北京举行对话 中沙伊三方签署 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沙伊双方同意 恢复外交关系 沙伊双方4月6日 签署联合声明 两国宣布 及时期恢复外交关系 在这里就庆祝 所以你能看到 天空体育的马丁 在这里讲周冠宇是什么 Chinaman 就是因为他们在中东这边 不停被中国干的 大家就出席 大家就搞得非常热闹 很团结的 把你们就孤立在一边 你们还想当世界的中心 那要放实力上来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